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高宁 我的新加坡 我是奥林匹 七岁吧 差不多七岁的时候 然后 因为可能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 乒乓球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很火 可能是八十多年代的时候这样 然后 我爸爸也比较喜欢体育 比较喜欢就是足球 乒乓球 然后 可能足球一定有危险性嘛 然后 选择的乒乓球 但是我发现就是自己就是这种 就是好胜的那个心 其实还挺强的 以前也不觉得 只是觉得当时就是赢了比赛以后会很高兴 输了以后就很生气 很郁闷嘛 然后 其实真正的就是有目标了以后 应该是进入省队以后 差不多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萌生了就是想把 就是想把同胞球打好 然后 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觉得 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的 对 每天都是正常的训练时间的话 差不多要四个半小时 然后 加上身体训练的话 可能是五个半小时 训练其实也就是不轻松嘛 因为每天也是要就是出很多汗 然后 然后还要想每天这个技术要怎么样 才可以提高 然后 可能一个技战术 在球台上面要练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重复的练 熟能生巧嘛 然后 我们会觉得练得多的话 心里面会比较有底一些 因为体育的话 你就是要比别人要付出的要多 不管你是训练的时间 还是你的训练的量这样 我的目标是 首先是先进入八强吧 然后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发挥的状态跟心态吧 反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包裹 到时候拼就好了 首先就是说 你拿到金牌或者是奖牌 当然是对自己付出的一种认可嘛 然后非常开心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是奥林匹克了 如果是可以就是 如果能拿到奖牌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 就是对于我这一生来讲的话 确实是够了 所以你把柠子面放在哪里